大家好,今天是奇观观察室,我是童风 黑帮题材的游戏和电影 一直深受很多年轻人的喜爱 在世界范围内 每个国家和地区的黑帮都各有特色 比如意大利黑手党 欧美的亚利安兄弟会 哥伦比亚的麦德林 日本的山口组 以及中国早期的鸿门 在这其中有一个特殊的存在 就是日本的山口组 它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国家认可的黑社会团体 创立100多年以来 成为日本黑帮的老大 其发展历程非常精彩、有趣 日本黑帮目前有很多种叫法 黑帮称呼自己为任侠 就是行侠仗义的一词 日本警方则称他们为暴力团 以暴力从事违法行为的团体 而大多数人称呼他们为 意思是没有的人 日本黑帮的历史非常悠久 如果追溯其源头 可能要到江户时期 其组成人员是当初被排挤的社会底层人员 慢慢地发展成以收保护费为主的低屋系 可以赌博为主的博图系 不过早期规模都比较小 不成气候 直到山口组的崛起 可以说日本现代黑帮的历史 就是一部山口组的发展史 1881年 山口春吉出生于日本兵库县的一个小渔村 在那个年代 也没有什么养家活口的好工作 有口吃的就不错了 山口春吉就是靠打鱼养活自己 后来去当了兵 参加过日俄战争 复原后的山口春吉回到老家 等待他的还是打鱼 他可不想再天天吃鱼了 就想着换一个活法 刚好那时候的神户港 因为地理位置好 已经从一个小渔村 发展成了日本 乃至亚洲的重要港口 跟中国和朝鲜都有不少的贸易往来 但那时的货物只能靠人力搬运 所以港口需要大量的搬运工 当时有很多搬运工为了揽活方便 就组成了各种团体 本意是相互照顾 山口春吉来到神户港后 看到了一片繁忙的景象 这个比打鱼有意思呀 来前还快 很快就加入到了扛麻包的行列中 因为他当过兵身体健爪 没多久就从扛包大军中脱颖而出 还当了一个小头目 1912年 山口春吉加入了大岛组 并担任监工 算是成功跃入了管理层 大岛组是当时港口的第一大黑帮 霸占神户港大部分业务 老大是一个叫大岛秀吉的人 山口春吉跟着老大混了三年 觉得自己出师了 于是在1915年 34岁的山口春吉 即可了50名搬运工 回到老家兵库写创立了自己的组织 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山口组 此时的山口组 严格上来讲是属于大岛组的分支机构 每年还需要向其上贡呢 山口春吉苦心经营十年 很顺利的把当时50名帮派人员 壮大成了34个人 1925年 44岁的山口春吉也不知道是年纪大了 还是怕给帮派真倒闭了 就决定退营 把山口组交给长子山口登 23岁的山口登 顺利接任掌门之围 成了山口组的第二代目 话说山口登也是不走运 刚接任掌门第三年 192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 就波及到了日本 山口组旗下的早市先驭市场 干货零售市场遭受重大打击 导致山口组的收入大打折扣 按理说 这种金融危机遇到了也只能认灾 收入少了省着点花就是了 可作为大岛组的分支 那是需要上贡的 大岛组可不管你收成好不好 该交的一分也不能少 即可把山口登给气得够呛 正所谓出身牛犊不怕虎 年轻气盛的山口登向大岛组传话 老子不跟你玩了 分家 老子要单干 大岛组的大岛秀之也是大怒 翅膀硬了是吧 行 滚出大岛组 就这样 山口组正式脱离了大岛组 开始独立发展 第二年 为了争夺一块批发市场 山口组和大岛组 展开了大规模的火拼 出乎意料的是 这次火拼 山口组竟然占据了上风 而且在其成员中 还杀出了一名猛将 叫田刚一雄 这个人是个关键任务 我们就称他为大雄 虽然当时的大雄只有16岁 但打起架来 那是个凶狠毒辣 他直接将大岛组的一名成员 眼珠子给扣了下来 这招数把自己人都吓了一跳 更何况是对手 几轮火拼下来 大雄凶狠的名气越来越大 大岛组则是节节败退 自此之后局势扭转 山口组迎来了快速发展 名声盖过大岛组 大岛组慢慢走向了末路 大雄如此出色的表现 当然得到了山口灯的赏识 又是火速提拔又是嫁女儿的 生怕这样的人才给跑了 随后山口组又拓展了娱乐演出 赌场等业务 还经常担任矛盾纠纷的调停工作 总之山口组已经不再是收收保护费了 1934年 在海源争议事件中 山口组的成员去担任调停的角色 结果却遭到了杀害 这就激怒了山口灯 于是他就派狠人大雄去复仇 大雄是真的狠 借人就砍 然后被捕入狱 关了一年 好不容易等到刑满释放 又因为一起命案 被判入狱八年 巧合的是 因为这次入狱 正好让大雄躲过了一纸冲军令 因为这段时间 日本已经发动了全面的清华战争 大量的年轻人被派往了战场 当然山口组中的不少年轻人 也应征入伍 导致山口组的势力大减 实际上 整个日本的黑社会势力都在减少 1942年10月 山口组的二代目山口灯 因重伤病逝 帮派群龙无首 山口组一众成员 彻底陷入了迷茫 按道理 大雄算是帮派里的二把手 理应接任山口组的董事长之职 成为三代目的 但他此时身处监狱 分身乏术 就这样 山口组在无人带领的情况下 稀里糊涂的过了四年 势力和地盘被侵占了不少 这段时间 虽是山口组最低谷的时期 但帮派一直在撑着 并没有倒闭 很快转折点就出现了 因为狠人大雄出狱了 在他的带领下 山口组迎来了一次重大的突破 1943年 一代狠人大雄获得了减刑提前出狱 20多个帮派成员前来迎接 不过他并没有马上进入掌门之位 毕竟在监狱里面待了多年 多少会有一些人不服 他想要先立威再上马 可惜一直没有等到合适的机会 时间来到1945年 日本在太平洋战场和中国战场败局已定 加上小男孩和胖子两枚原子弹 投放到广岛和长崎 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刀草 日本投降之后 美国大军开禁 实行了代管模式 物资被掌控 食物紧缺 很多日本人被活活饿死 当时日本有不少的朝鲜人和华人劳工 据说有几十万人 这些人之前受日本人压迫 如今好不容易获得了自由 却因为没钱无法离开日本 他们只好节省各种帮派抢夺物资 彼时的日本是一片混乱 而面对这种混乱的局面 日本警方权力有限 根本就不敢管 而美国人是懒得管 这种时候 黑帮势力就发挥出了重要作用 日本警方心想 我不好出面 就找黑帮来帮我维持局面 在这样的背景下 日本黑帮迎来了重要的发展机遇 山口组在大雄的带领下成长飞快 屯兵了不少小的黑帮团体 很多年轻人 乃至退伍军人 为了在乱世中活下来 也都加入了山口组 后来山口组帮助日本人 抢占了很多朝鲜帮的地盘 在日本人中的口碑非常好 这进一步奠定了 山口组等黑帮存在的必要性 为了鼓励这种行为 1946年11月 日本政府颁布了最新宪法 其中第21条 集会 结社 言论等表现的自由 通讯的秘密内容是 保障集会 结社 言论 出版 及其他一切表现的自由 不得进行检查 并不得侵犯通讯的秘密 这其实就是认可了黑帮的合法性 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 日本是唯一承认黑帮合法的国家的来源 就在这一年 大雄凭借初次的战绩和第一个人的称号 顺利胜任山口组掌门人 正式成为山口组的第三代目 大雄接任掌门的第二年 日本因为严重的通货膨胀 再次导致食物短缺 有很多日本人挨饿 这种时候 大雄灵光一闪 他非但不藏着掖着 反而是在家里面支起大锅 社会上吃不饱饭的人 都可以到他家免费吃饭 他的妻子山口文子还帮忙做饭 有其他帮派里的人被拘留之后 山口文子还亲自送饭过去 这一招广施人意 笼络人心的伎俩 被大雄使得是炉火纯青 大批年轻人自死之后 那是死心塌地的跟着他 帮派在急速扩大的同时 大雄还树立了一系列帮规 比如成员要团结 一致对外 赏罚分明 不守规矩 叫断指等等 自此 断指的风气 开始在日本黑帮中流传开来 另一个日本黑帮的标志 也在这段时间流行起来 就是纹身 往往都是满身的纹 画面很是猙獰 除了对内的改革 对外的业务也有大改动 之前传统的黑帮 主要干的就是黄赌毒的生意 外加在些厂子收保护费 中介费之类的 当然都是凭借暴力手段达成的 早期山口组成员 主要分为三大块 博图系 狄乌系 和鱼联队 博图系 顾名思义 就是跟赌博相关 狄乌系 就是对一些露天商贩 进行管理并收保护费 而鱼联队 主要是负责打架 都是一些不良青年 干一些偷抢之类的犯罪行为 大雄就觉得 传统业务虽然赚的是不少 但是时代在进步 不能莫属成规 赚钱的方式得跟着变 以前靠卖苦力赚钱 现在得靠脑子了 战后的日本 虽是一片混乱 但好歹也慢慢的在恢复元气 日本的演艺视野 眼看着就要复苏了 大雄目光如炬 瞅准了 这是一个巨大的机会 本来山口组的二代目 曾经就介入过演艺视野 但那时 只算是大个舞台唱戏 做做表面功夫罢了 大雄当即决定 成立娱乐公司 开始签约和培养艺人 然后拍电影 很快 山口组新型部成立 这是山口组 进军娱乐圈的第一家公司 后来改成为神户艺能社 并举办了名为 《明办二十大歌手演出》 签约了大量艺人 其中不乏 有美空云雀这样的著名歌手 实际上在暗地里 山口组 依旧用着下三浪的招数 逼迫很多艺人签约他们 据说日本著名演员高桑健 也是他们公司的艺人 除了进军娱乐圈 大雄在神户港 成立了一家 名叫贾阳运输的公司 主要是成了码头贺运业务 刚好在朝鲜战争期间 神户港成了美军的补给基地 这一波让山口组 赚得是盆满钵满 有钱后 大雄开始在白道寻求保护伞 贿赂了大量的官员 为自己提供便利 山口组的势力 进一步得到了扩张 当然在扩张的过程中 吞并了不少势力 这其中就免不了要打打杀杀 相信在座的各位 应该都看过 古惑仔类的电影 里面有大量黑帮火拼的场面 实际上 日本黑帮火拼的场面 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因为他们有枪 还有手雷 杀伤力极大 有不少平民 被黑帮之间的争斗误赏 导致日本老百姓怨声载道 1964年 日本方面也觉察到 黑道势力 已经威胁到了 正常的社会秩序 于是日本政府 开始了扫黑行动 出台了暴力取缔对色纲要 山口组在这次行动中 被列为首要取缔对象 经过三次扫黑行动 山口组的规模是越扫越大 1965年的时候 山口组共计424个团体 组员6450人 到了1980年 山口组的团体数 扩张到了559个 成员数11878人 山口组在三代目的手上 迎来了真正的发展 已经成长为日本最大的黑道组织 大雄因为突出的功绩 被人们称为山口组的教父 可再厉害的人物 也终归有落幕的一日 1981年 山口组的灵魂人物 大雄病逝了 他执掌了山口组35年时间 将帮派扩张成日本第一大黑帮 他的去世也宣告了 山口组大雄时代已经结束 此时山口组的二当家 山本建一理应要接任第四任掌门 可历史总是那般的相似 山本建一此时还在监狱待着呢 山口组尝试动用关系 让山本建一提前出狱 可惜并没有成功 于是在没有二当家参与的情况下 帮派成员为大雄 举办了个规模宏大的葬礼 据说日本大大小小 200多个黑帮的组织头目 带着1000多人出现了追悼仪式 也有不少娱乐圈的当红明星 场面之大 一时都吓坏了日本警方 更奇葩的是 山口组竟然将追悼仪的地点 就设在兵库县的法院附近 日本警方那时瑟瑟发抖 如临大地 出动了2000多名警员 维护当地治安 搜出了大量的刀具 枪支等武器 好在这次 双方并没有发生直接冲突 葬礼举办完毕之后 山口组最紧迫的 就是等山本建一出狱 要知道此时的山口组 有上万名成员 群龙无首的情况下 很可能会出大乱子的 帮派成员 盼星星盼月亮 终于熬到山本建一要出狱了 可没想到 山本建一在出狱前 就直接病死在了狱中 也不知道是警方使的什么手段 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这下问题大了 二当家凉了 帮派里有资格坐上掌门宝座的 可就不止一个人 于是为了掌门之位 山口组的第一次内斗开始了 经过一年多的角逐 形势已经明朗 领导层的直系组长中 有40人支持竹中镇九 25人支持山本广 剩下25人表示中立 结果很明显 1984年6月 竹中镇九正式接任掌门之位 成为山口组的第四代目 但山本广表示不服 他带领手下6000多人 离开了山口组 自立门户 成立了医和会 帮派出了叛徒 刚上任的竹中镇九 当然是不能忍了 他带领山口组和医和会 展开了大战 史称山一抗争 这一战就是五年之久 大大小小的战事发现了上百起 有很多重要人物被杀 包括竹中镇九 山口组的势力大减 可能是预感到 再这么下去 山口组就要走向末路了 于是在1989年 协调之下 医和会自行解散 山口组迎来了久违的统一 1989年4月 48岁的渡边方泽 继任掌门之位 成为山口组的第五代母 这个渡边方泽 是山口组的一名老将了 在帮里待了28年 完全是靠实力 一步一步爬上来的 他接着掌门的时间点 正是日本经济复苏发展 人民生活趋稳定的时候 没人喜欢打打杀杀了 更重要的是 日本警方实力得到了大大的提升 打击犯罪和打击黑帮的手段 变得更加严厉 所以渡边方泽的策略是 避免和警方对立 将帮派当作一个集团公司来经营 为了避免山口组 再次陷入群龙无首的尴尬境地 他开始推行集体领导制度 不再是过去那种 什么事都得掌门排版 类似于集团公司下 是了很多分公司的经理 大家一起管理山口组 如此一来 即使CEO出事 公司也不会乱 此时山口组的主要收入 依旧是靠非法手段 比如走私为竞品 开设赌场 或是从朝鲜 东南亚拐骗年轻女子到日本 从事风俗业务 渡边方泽决定 要发展一些正经的合法事业 他投资眼光还不错 开始购买股票 艺术品 债券等资产 还大举进入房地产建筑行业 甚至还有软件开发等高科技行业 日本方面意识到 黑帮势力又有大肆扩张的迹象 于是在1992年 日本参众两院全票通过了 暴力团对策法 该法认定 以暴力为背景 以金钱利益为目的 进行反社会活动的集团为暴力团 并进行取缔行动 此法案一出 对山口组那就是致命打击 渡边方则一寻死 以暴力为背景 反社会活动 那我不打人就不算暴力咯 我不干坏事就不算反社会咯 于是就出现了 一群身穿西装领带 非常正式的黑帮成员 没事就扶老奶奶过马路 打扫卫生这里的 更厉害的是 1995年的板深大地震 当时山口组的反应比日本警方还迅速 第一个到达受灾现场 并且为灾民失洲提供避难场所 为数万受灾民众提供物资 这一系列的感情牌打得非常漂亮 确实改变了老百姓对山口组的印象 但实际上这只是山口组的障眼法 其背后主要的赚钱方式 依旧是黄赌赌 山口组在渡边方泽的带领下 迎来了一波强势反弹 不过在2005年 渡边方泽因惹上官司 被迫退营 63岁的私人升任掌门 成为了山口组的第六代母 私人又名小田建世 从他的长相就可以看出 是个狠人 他从1962年就加入了山口组 勤勤恳恳干了40多年 终于熬上了掌门的位置 在日本警方眼里 这个私人前科累累 被列为极其危险的人物 眼光独特 手段很辣 曾经策划过日本历史上 规模最大的黑帮混战 共有约一万两千人参加 不光是日本警方 就连帮派里的人都怕他 但他刚上任掌门不久 就因为布下持枪的事情 被判了六年有期徒刑 警方认为掌门人入狱 至少可以抑制山口组的发展 但事实情况是 这并没有影响私人主持工作 他在监狱里遥控办公 由他的心腹高山青司 代表他发号施令 身处监狱的私人 把山口组管得那时井井有条 而且还采取了激进的策略 让山口组四处出击 大肆扩张地盘 策划了多起进攻其他势力的事件 为避免伤了自己人 他让帮派所有成员 佩戴胸排 身着西装 俨然成为了日本标准的上班族打扮 这时的山口组 在洗钱 贩卖违禁品 以及拐卖妇女从事风俗业务上 更加的肆无忌惮了 2011年4月 私人硬是熬过了6年的行期 出狱了 这对于山口组来说 可是一件大事 出狱之时 大批记者先来采访 仅70岁的私人 戴着帽子和墨镜 非常精神 对记者频频挥手之意 派头十足 针对记者有关解散山口组的意见 私人公开表示 如果山口组解散 那么至少有3到4万人失业 他们中很多人都有恶习 流入社会将会造成社会动荡 而且还可能形成更多帮派 我知道这听起来难以置信 但实际上 山口组的存在 反而遏制了帮派象征 是给社会提供了稳定 帮派在私人的亲自指挥下 继续疯狂扩张 此时山口组成员 已经达到了惊人的4万1千多人 为了进一步麻痹民众 私人还建立了山口组的五大纲领 一 最要遵守的是团结内部的和亲议题 二 对外接触时要有爱念重信仪 三 自始至终遵从长幼的礼仪 在社会上要有自己的节操 不招来不应该有的非议 听取先人的经验 提高自己的人格 挺挺这五大纲要 如果忘掉山口组的背景 这也然就是一个慈善组织的口号嘛 为了宣传这些口号 山口组又创办了报纸 山口组新报 转眼 时间到了2013年 由于经济环境不景气 加上日本警方的强硬态度 山口组的规模开始缩减 从4万1千多人 变成了3万多人 私人也意识到了 日本官方对于黑道的态度 21世纪 违法行为恐怕并不长久 所以表面工作得继续加强 2014年 山口组创建了 诸事会社山口组 这是山口组的官网 网站上将公司定为 从事建筑行业 还有一系列的工程进展照片 官网也发布了一系列正能量 比如禁用毒品 除强服务 和净化国家等信息 这让日本大众十分吃惊 以前那个十恶不差的山口组 就这么变乖了 还有在山口组的神户总部 当万圣节到来的时候 他们会在门口发放免费的糖果 显得非常有礼貌 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领取了礼物 在街上也经常看到 山口组成员在指挥帮派车辆出行的时候 礼貌地向大家鞠躬行礼 表示感谢 总之社会上的公益活动 山口组都是积极参与 怎么看都是良好市民 当然这些是山口组故意展示出来的 隐藏在其背后的 依旧是见不得人的勾当 2014年 根据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结果来看 日本山口组年创收800亿美元 这是什么概念呢 黑社会排行第二位的 俄罗斯松采沃兄弟会 年创收只有85亿美元 山口组将近是他的十倍 且在日本所有企业中排第八 文章称 日本山口组不易之财 主要是来自走私为敬品 赌博 风俗产业 当然在房地产 娱乐公司上也赚了不少 但占比不多 整个2014年 虽然山口组的成员数量 优所下降 但其财富规模 却创下了新高 2015年 是山口组重要的一年 因为成立100周年了 可就在这颇具纪念的一年 山口组迎来了重大的分裂 山口组的总部 私人和众多职系团的组长 进行了规模宏大的聚会 日本警方十分紧张 生怕要出什么事 聚会上 已经73岁高龄的私人表示 自己老了 要把位子传给高山青司 也就是他的心腹 这个决定 引来了众多二级团体的不满 尤其是山剑组的老大 景尚邦雄 他实力强悍 本来是接着掌门的不二人选 但是私人却不按规矩出牌 想把位子传给他的心腹 大家都看得出来 这个私人是想改变山口组的传统 想搞世袭制度 这可就引发了重怒 想想以前的山口组 除了最初的二代目 是接了父亲的班 之后都是谁狠谁当老大 从来不搞世袭这一套 所以很多二级团体 都很卖力的工作 都想着有朝一日可以当老大 景尚邦雄私来想去 最终决定 聊挑子不干了 2015年8月27日 以山剑组为首的13个团体 决定脱离山口组 自立门户 成立了神户山口组 这种事在黑帮中并不少见 大家也可以预料到 接下来他们之间 必然就是一番火拼 私人率领正统山口组 和景尚邦雄率领的神户山口组 打了上百场 算下来 这已经是山口组 历史上第三次内斗了 这种内斗的损耗是极大的 不仅山口组的势力大减 他们的创收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有的盘子还被其他黑帮给抢走 要知道 山口组虽然是日本最大的黑帮 但是像驻集会 道川会等黑帮势力 同样不可小觑 2016年3月1日 根据日本警察厅的统计 经过一年多的内斗后 正统山口组的成员 减至5700人 神户山口组成员 降至2700人 也就是整个山口组 加起来也才8400人 这和之前的三四万相比 就是天壤之别 当然人数的减少 除了双方火拼的损耗外 日本警方也出了一把力 对黑帮采取了强硬的措施 为之后的山口组倒台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日本各个都道府县 都相继出台了 自己的暴力团排除条例 条例规定 暴力团的人是不允许开银行账户的 所以他们购买东西 只能用现金 哪怕是买车买房这样的大事 都只能用现金交易 更重要的是 凡同黑帮接触过于亲密的人 如一起打球聚餐等 都有可能被列入黑名单 所以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远离黑帮 更别说是加入黑帮了 2016年 日本警方是趁你病要你命 趁山口组衰弱的机会 又开始针对其 进行了彻底取缔的行动 可山口组的势力 虽有所减弱 但其势力盘根错节 跟很多官方都有关系 所以取缔行动并没有成功 话说山口组和神户山口组 对战了一年多的时间 在2017年 局面再次发现了变化 神户山口组中 狭友会的老大斯刚修 再次率手下脱离组织 又成立了一个新的组织 任侠山口组 这下原先的山口组 分裂成了三股势力 长期的内斗 其势力是大不如前 这让日本别的黑帮 捡了不少便宜 当然日本警方 肯定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 一直对山口组围追堵截 为了避免跟警方硬碰硬 山口组成员都很懂 即使是内斗 也尽量不去伤及普通民众 因为组织分裂严重 山口组已经无法 给小朋友们发糖果了 还刻意在总共门口 贴上了抱歉的告示 说来年一定不办 日本有一些重要的国际活动 山口组要主动歇业休息 比如2019年的G20峰会 山口组就宣称 在会议期间 所有成员不上班 不得干扰正常的社会秩序 但尽管如此 日本方面对黑帮 依旧保持着强硬的态度 这时的日本黑帮 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 早期 日本宪法是允许其合法生存的 但现在的法律又规定 你不得进行任何 带有黑社会的活动 换句话说 我需要你的时候 允许你成立 等你没用了 再见 用必及器 其实仔细想一想也能理解 早期时候的日本 需要黑帮来稳定局面 如今局面已经得到了控制 所以黑帮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它本就是 日本发展过程中的牺牲品 虽然以山口组为代表的黑帮 表面功夫做得很到位 不给社会添堵 但实际上 其背后依旧用非法手段 赚取利益 这一点大家都心知肚明 所以越来越多的日本年轻人 不再想加入黑帮 社会对黑帮也在全力抵触 这导致日本黑帮近些年的发展 一直在走下坡路 根据日本警方的最新统计 截至20年年底 山口组成员一共只剩下了8200人 而且分裂成三股势力 依旧处于内斗当中 我们仔细看一看山口组的三股势力 随着日本的老龄化越来越严重 山口组也出现了尴尬的一面 正统山口组 卸任掌门四人77岁 神户山口组老大 锦上邦雄71岁 任侠山口组老大 司刚修70岁 其他核心成员 也都是六七十岁的年纪了 如果他们身着普通服装 那像是黑帮人物 简直就像是进了老年活动中心嘛 我们从山口组的 多次聚会照片中可以看出 确实都是一群老头子在主事 很难想象这样一群老头 竟然是山口组的关键人物 你说这群人在家里面打打牌 下下棋唠唠嗑他不香吗 还整天想着打打杀杀 有意思吗 如今我们身处21世纪 是一个法治社会 每一个人的底线都是遵纪守法 像山口组这样的黑帮组织 虽然日本法律允许它的存在 但是不允许其从事犯罪行为 这本来就是一件互相矛盾的事 以山口组为代表的日本黑帮 现在也是在夹缝中苟延残喘 如果以个上市公司来分析一下山口组 在一代目二代目时期 山口组股票刚上市 并且开始叙事 到了三代目时期 日本出台法律承认其合法性 这是政策上的支持 加上公司管理层管理有方 股价迎来第一波强势上攻 不过很快随着两人领导人去世 山口组迎来第一波内斗 公司管理一片混乱 导致股价开始下跌 五代目上位之后 开始了全新打法 公司开创了房产 投资等多项新业务 股价迎来反弹 但同时政策上开始打压 股价再次下跌 到了六代目上位之后 在它的强势领导下 山口组迎来了最辉煌的时刻 人数达到41,000多人 不过在金融危机和政策的打压下 股价再次回落 最终公司领导人分裂 长期内斗 加上政策上的严打 股价开始了长期的下跌走势 总结来看 山口组目前的处境 一是老龄化严重 缺乏新生代力量 二是业务虽然赚钱 但是不合法 未来爆雷机会大 三是赛道与国家政策相悖 遭遇持续打压 可以预解 这种形式下 山口组这只股票的前景堪忧 未来难逃退失的命运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 山口组会消失 又或许会有另一番景象 山口组会改脱换灭 彻底停止那些背后的犯罪行为 成为一家正规的公司 那它的结局究竟会如何 不妨发表一下你的看法 好了 以上就是山口组的故事 如果你喜欢看我的影片 可以点赞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 我再下一次更新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